董仲书引经断案 董仲书应该大大的提倡 而其他的学术思想则应当统统的排斥 不让他们齐头并进 董仲书的这个罢数百家独尊儒书的建议 不仅被汉武帝所采纳 而且充分的肯定积极推行 让他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由于董仲书推崇孔子 因此把孔子所修订的鲁国的边年史春秋 看成是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理论依据 因此他在当朝廷官员的时候 凡是遇到了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 大多要从春秋当中去找答案 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她的丈夫出远门乘船渡海的时候 不幸掉在海里淹死了 失手无法找到 过了一段时间 这位女子的父母就为她另找了一门亲事 并且嫁了出去 当时汉朝的法律规定 在丈夫没有落丧以前 妻子是不能改嫁的 官府根据这条法律 把那个女子抓了起来 并且判了她的死罪 董仲书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认为判刑不当 他引用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条例 大意是 丈夫死了以后 没有男人就可以再嫁 而且那位年轻女子 并不是德行不好 去和其他的男子私奔 而是顺从父母的意思 去嫁给别人 并没有违反春秋中的原则 因此不能判罪 还有一桩案子 父子俩和别人发生争执 打了起来 对方拔出配刀 要刺杀父亲 儿子看见了 立刻拿去棍棒 冲了上去援救 不料在混乱当中 棍子居然击中了他自己的父亲 使父亲受了伤 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 儿子打伤父亲 是不孝随 要判重刑 董忠书知道了以后 讲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案例 春秋的时候 有一个叫徐止的 很孝顺父亲 看见父亲生病了 就连忙去买药 煎好了以后 端给父亲喝 不料父亲因吃错药 而不治身亡 由于徐止 没有杀父的动机 因此没有论罪 董忠书认为 这两个案子 案情相仿 这个儿子是在混乱当中 误伤了父亲 他没有打上父亲的动机 所以应该免除他的罪 不予处罚 由此可见 董忠书在审案断案方面 完全是依照春秋的 威严大义来行事的 他提倡理智 认为用道德的感化作用 比用刑罚作用 更能够服人心 用刑罚惩治百姓 百姓是因为害怕惩罚 而不敢犯罪 但是内心的根子 并没有去除 用理智百姓 百姓们觉得犯罪可耻 从心底里明白 不能去犯罪 董忠书的这种思想 对于统治者有利 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 当他晚年退休以后 朝廷如果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 还派最高司法官到他的住处 去探讨处理的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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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